我想昨天發給燕牧師 有個見證 這是我條腰骨的手術 我後面是傷了兩顆螺絲的 剛好這位置 可以大家看看 這是我剛好大症 即這塊手術 是因為甚麼事 追監盤移位 其實做了第一次手術 是自己受創的 不知甚麼事會這樣 跟著就是 因為做了第一次手術 就托了兩個嬰兒 因為他壓住了 因為做了第一次 拔了一塊軟骨出來 壓住了沒有東西 托了嬰兒一邊磨擦 就煤了 第二次就要拿兩條螺絲箱 第一次是拿了怪獎兩年 那就是在那時候信了神 但是信神的時候 就打算有神幫幫 總之被我割了兩支拐掌 走得回來 信耶穌 你的意思是信耶穌 是的 但是當時在拿拐掌 周圍醫的時候 都試過喝符水 拜很多東西 因為總之甚麼都可以了 總之醫到我就可以了 那後期就在醫院 有個牧師很好 是隔離病友介紹 那我就跟他回教會 他幫我祈禱的時候 是可以坐不到的 即是吃東西都要拿那個飲館吃 但是他跟我祈禱之後 我又坐到五分鐘 即是慢慢坐到十五分鐘 那拿著拐掌回教會 這樣信了神 但是就不虔誠的 因為拿到自己的東西 那接著就 到了兩三年 又生了兩個BB 就又要再做手術 那時候又求 即是都 那時候都不是很虔誠的 那其實呢 到真的 做完手術的痛症 其實這個位痛症呢 是纏繞了我這十年 因為做了手術十年 那就纏繞了 那其實醫生跟我說 就說這個病 你要Label了腦 那個痛症是存在了 以後都是痛症 你就要習慣這個記憶痛 你再說一次的年數 你那時候有的痛是幾年 哪一年 2001年做手術的 2001年 是的 2001年 即是十二年有多 十二年多了 是的 那其實呢 那時候 就是痛症了 其實 就是 醫生說了 就述醫生說了 傳教人呢 就說 沒有理由的 因為呢 沒有理由是記憶的 神是會醫治到的 那時候我都不信 因為 我只是覺得醫生說的 是對的 而且我都痛了那麼久 哪會神醫治 我沒有經歷過這件事 那我不是很信 那接著呢 就 其實呢 當時我 我搬屋呢 我試過搬屋 有人說我發現黑了 那時候我都很累啊 然後我就找傳道人 我說 我 人家說我有那些東西 那他就說 我和你祈禱 即是有邪靈 我不信 那我未見過 那我就去跟我祈禱 我祈禱 他說我搖 那我自己心想 我眼睛當然搖 失平衡 那樣 那樣 你來我和你祈禱 那我就說 好啦 我都覺得有些東西的 那不知又不是真的 半信半疑 那他和我祈禱呢 其實那早上 在上課 之前十點鐘 十點鐘 十點鐘他和我祈禱 我真的感覺到 因為呢 電話響呢 在這個花路那麼遠 我是走不到 他的腳發軟 那呢 跟著就 有少少搖 但我不覺得 還是覺得自己 醫了眼就失平衡 那到他說 如果你覺得真的有些東西呢 你就 晚上六點鐘來吧 我叫多幾位姐妹 和你一起祈禱 那晚就搞到八點 那晚真的有了 那他們一和我祈禱 為了我唱詩歌 其實不用很久 他已經叫我閉上眼 那我就醫了 我那時不懂得害怕 那他閉上眼 一閉上眼就搖 搖他就開始來了 在右邊 耳仔好像一個喇叭 威娜 在我的耳仔嚇我 那是女聲 不嚇你們 那時 那時 好像鬼叫那樣的聲音 是鬼叫 是女人 是女人 他喊完之後 我很害怕 我拿著傳到人 拿一條舌頭 走 走 很害怕 又不夠抹彈 還有他們唱詩歌 那時 我就不停地 我直接不想聽 但他們的聲音 好像在我的耳上很大聲 那時不想聽 我覺得是鬼聲 但原來他說 是我不喜歡聽他們唱詩歌 我第一次經歷 喊到喉沙沙 滾地 即是說你裏面有種力量 不喜歡聽到詩歌 即是邪靈那種表現 走呀走呀 走呀這樣 後來都出了案 全都不扶我上去 我以為他都走了 你再沒有聽到 即是其實那時 他説你是奉耶穌的名 趕他走 你是耶穌的女兒 我不肯講 我不知你為何 我怕不肯講 一路就勸我勸我勸我 勸了我個幾兩個小時 我就肯講 我是耶穌的女兒 你走呀 這樣講了幾次 我沒了聲 沒了聲 扶我上去 已經軟了 到他在這邊叫 我又拔他 他在這邊叫 然後他又說 你奉耶穌的名 然後沒了由 其實那晚都搞了兩三個小時 回到家 其實那段時間 逢親自己洗澡都很害怕 因為怕他是這隻兒子 很大聲嚇我 那時候 我想你講講 你覺得這些邪靈的來源是甚麼 邪靈的來源 我呢 如果追究回 其實我未見過 我自己未經歷過 我未見過 甚麼吹一聲走那些 沒有的 但我哥呢 其實我小時候住在環頭陷 黃大仙樂富樂區 我們那時候的七層大廈 很窮的時候 七層大廈 其實每個都很喜歡拜六人 那我爸爸呢 就拜六人 即他們有間屋 有隔離屋 就有個壇 那我爸爸就去拜 那我爸爸就去拜 那要是乎我大哥 熱哥、三哥都跟著一起拜 但是呢 到我見過我爸爸有些斬肚 不流血的 那我見過我大哥呢 我媽媽就整晚 晚上十一點鐘上斜鈴 去到之後 早六七點都不走 她就說是我死了 我姐姐 我爸姐死了十多天 她說現在回來 找你拿衣服 沒有衣服 那我小時候聽過這些 到我們住七層大廈 但是呢 我們上下搞了一個床 我就在一個槍框 那時候很高的槍框 琴上去裝二哥、三哥做什麼 他們兩個在他的廳 玩好像猴子精那樣拗 那我害怕的 那所以我小時候害怕 這段我未見過 但我見過哥哥是這樣 那但是 其實這些邪靈都很凶惡的 為什麼 我現在我爸爸呢 跟我大哥 二哥、三哥 我媽媽六個人 那其實我家已經沒有了三個人 死了三個人 那就是我爸爸病死了 直腸癌 二哥就在我二十歲 二十年前的時候 就撞車以外死了 三哥在我爸爸五年 我爸爸五年前走 我哥就 四年前走 就是 中風在車裡走的 這樣 那就走了三個 就是我覺得那些邪靈呢 你 到我大哥又有直腸癌 就是現在就未去 但是大哥的婚姻 很多東西破壞了 其實那些東西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你拜他 他會拿你的 不過一路慢慢拿 拿到你家散人 拿走你 你拜過什麼呢 我當時我跟媽媽拜 很神心地 上面一個關公觀音 地主做軍門口 裝茶洗茶杯 裝香 就是 日日很神心地拜 六任那些有沒有帶 有拜 沒有 阿哥沒有帶我去 但是拜了這些 其實我未調腰骨搞成這樣 加上我未結婚之前 我的感情很亂 很多男朋友說很熱怨 以為自己都是一世都是這樣 但是幸好 因為腰骨搞到我停了的人 在那裏 跟著就有婚姻 因為腰骨 信了神的婚姻 信了耶穌來分別 信了耶穌 是的 那婚姻開始結了婚 又生了小朋友 而先生都很好 起碼我信了耶穌之後 我這幾年 我生活好像斬斷了那個就座 起碼痛症是有的 一直都有痛 但是婚姻 先生會愛惜我 有兩個小朋友 還有感恩就是這幾年 信了耶穌之後 不用做事 可以全職臭小朋友 不用上班 因為腰都受不了做事 我都是因為這樣 沒有上班 就是自己做政府工作 提早退休的 那 那 到我遇到 其實全道人都波奇過頭 有邪靈出 我都信了 那時開始很虔誠 開始拾一奉獻 開始很虔誠回教會 但是那種虔誠都未說 好像很愛耶穌那樣 那到我信了 因為我有邪靈經歷過 就是人家說 我真的信這件事 如果自己未經歷過 可能說不到人家信 那跟著 他痛了 那其實全量幫我祈過肚 的 祈過肚之後 又好像沒有痛 那過幾天又周身痛 可能我自己都不信 因為醫生說過 痛症是一個記憶體來的 不可以沒有的 那我又不是很信 又就是這樣 跟著呢 直至到其實我在尋求 因為我很痛 我很辛苦 那我在一個姐妹 帶上我上Youtube 看葉牧師 那我看完她 不知為何 可能我見過她 在美國有邪靈醫治 因為我經歷過邪靈 那我很信這件事 我又見過她在Youtube 有幫人祈禱醫治 我本來很想找葉牧師 我不認識葉牧師 其實 那我在Youtube 打個訊息給葉牧師 他又不回覆我 可能那個網址錯的 那我跟著我就 因為我開始信聖靈這件事 我信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見到 我祈禱 我真是很有要求 那那時候 Youtube師真是很好 立即給我一張卡片 你找我 我那一晚已經 立即發電郵 跟Youtube師溝通 Youtube師弟友 很主動地打給我 你來找我 你看哪一天 Youtube師很好人 很友善 那我好啊 那我叫你兩個姐妹 因為有一個姐妹 是介紹我看Youtube師的 另外我叫我姑拉 因為我姑拉 都是一個信聖靈的 回教會 因為我回了教會 不過她潛逞了我 那我就帶她去Youtube師 那一天就在火炭 Youtube師跟我們 我們都是幾個姐妹 都四五個姐 所以可能沒那麼多人 Youtube師就有空一點 談完就跟你祈禱了 其中在那 其實那一天 其實我是很渴望 我祈禱我一路 為何要找Youtube師 我就是想Youtube師幫我祈禱 我終於達到我的目的 那麼Youtube師就說 一祈禱我就已經不停地要 但是其實以前 我一傳道人和我祈禱 是沒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是搖了幾下 都說你醫治了 好像舒服了 有沒有痛 沒有痛 但是那天 Youtube師幫我祈禱 我是好像一條賴尿蝦 因為我頸背 整條 抬完寶寶又歪了 又做了手術 又有螺絲位 根本的痛 總之一路拉到頸 好像一條 現在你叫我這樣搖 我搖不到眼角骨 但是那天 是好像一條賴尿蝦那樣搖 但是他搖得來 是搖了我 我在痛的位置 即是賴尿蝦這樣搖 你吃賴尿蝦 要搖一條 直接是這樣搖 現在搖不到眼角骨 但是搖完之後 都不知道多少個字 真是聖靈意志 因為我知道他在搖 那時我是很痛的 他在搖我痛的位置 但不是你自己搖的 不是自己搖的 是聖靈搖 又不是我搖你 又不是 但葉牧師很有恩慈 他很有將聖靈帶給我 因為 是神的禮物 不是誰 但我覺得葉牧師有個恩慈給我 可能我根本有個感受 就是神要我找葉牧師 去醫治我 然後 四個字 四五個字 我不知道多久 他搖到 我就開始密打 葉牧師這樣搖 可不可以停了 葉牧師說不用了 你有得他搖 聖靈醫治你 你有得他停 有得他何時停就停 他搖到不知多久 完完之後他自己停 停了之後葉牧師又繼續摸我手 跟我祈禱 又搖了 今次就橫搖 停了 停了之後葉牧師問我 怎樣 沒有了痛 我開心得自己跳起 好喜樂 我姐妹說 你知不知你臉發了光 我不知道 總之我那天很開心 但其實我先生不信耶穌 我勸極他也不信 沒有辦法 那天晚上 那時都十一點回到家 我一開門 我便說老公我沒有痛 你開不開心 他見到我好喜樂 因為痛症的人是拿著的 不知道你明白嗎 很痛 你根本是開心不到的 那天沒有痛就很開心 然後他便說 你信不信耶穌 我先看你久一點 那天晚上就質疑我 懷疑 那天天都打來了 由那天三個禮拜前 總之每一天都會問你 早上下午夜晚都會打來問你 可能我痛不痛 想試試你痛不痛 我真的不痛 有時候早上買菜 真的不痛 那時我便會打個訊息給他 我說真的感謝神 我沒有一點痛都沒有 超沒有痛 然後他好像有一點點 因為他見到我這麼多年的痛 他感受到 還有那些痛的 譬如這位 他要幫我拿手肘坐下去 很大力 他個人很大份 坐下去 坐半個小時我才知道痛 所以他知道我多痛 但我現在不用了 他一天都說要不要 然後到這幾天 其實這個禮拜我開始有點痛 我當時是100%痛 他回到5%左右 但跟著開始多 其實我又不敢找二牧師 不好意思 每天都會找二牧師 其實由那天開始 我每天早上敬拜神 看YouTube唱歌 看聖經 自己祈禱 聖靈醫治 但跟著二牧師 我不知道 只有十幾個%痛 開始二牧師就打電話來 Pak 你的腰怎樣 你的頸怎樣 我說二牧師 多謝你 我說好像痛個小點 我說二牧師 我想和你拍YouTube 因為很多人在網上看到 如果知道你這樣的見證 而去信耶穌 你是侍奉神 其實神對我這麼好 我很想報答他 我不知道怎樣 我現在都很偉身去侍奉神 教基督禮軍小朋友 我想做些事 因為他真的對我很好 然後我說好好二牧師 那幾天 二牧師說 不如你來我那裡又拍YouTube 或者我來你家 我當然來我家 可以跟我家 祝福我家 我不知道會邪惡 我見了兩個姐妹 前天 然後跟我祈禱 那天更有趣 那二牧師很好 在我家 做了一個小時的廣道 講完之後 然後我們三個 只有我兩個姐妹 即是三個一起祈禱 乙母師跟我祈禱 那時候祈禱 又重搖得上次勁一點 自己可能已經沒有釋放 自己知道經歷過 但是這次經歷更有趣 已經有動那些痛的位置 又說沒有了痛 但是多了經歷 我已經醒了 睜大眼 乙母師沒有痛就正 然後 然後 他說你繼續祈禱 因為腳都冤 因為搖得緊 累得緊 阿姨母師為 你站在沙發後面 因為怕跌倒 那條腰筆 那冤到 坐了兩次沙發 都要站在那裡 繼續領受聖靈 其實我不相信方言 因為我經常覺得 那些人捲你 是假的 是我不相信 因為我沒經歷就不相信 就算我教會 也有很多人講方言 但是我覺得他們好像是假的 一刻祈禱就 你堅硬捲你就可以了 我又不相信 怎知奇奇一肚 就講了 我又講這些肚子 但是我控制不到 剛才講話 控不控制到 我真的控制不到 而且我講的時候 我很害怕 因為我第一次 我很害怕 而且他的氣 好像隨便 推我的肚子 說出來 很辛苦地推我 我想分幾分鐘 很快聲 叫又不知叫什麼 我又不知他條理想怎樣 但總之他控制不到 我停了之後 以牧師很害怕 以牧師說 你應該害怕的時候 要開聲 我根本都開不了 即開聲告訴我 你害怕 他都控制不到 我是第一次經歷我不相信的 以牧師說 你不用怕 因為聖靈都在讚美神 但其實那時候 我在看耶穌在十字架 釘腳那一刻 因為我經常都有這個影像 這個像 可能看得多 然後 可能聖靈在這裏 跟耶穌說什麼 即我在這裏 按著神節架 停了之後 又很神跡 我老公回來了 因為平時 下午十二點多 沒有回來 一回來 我又開門 就在這裏跳 我老公 耶穌醫了我 你很多謝二牧師 二牧師在這裏 二牧師馬上很好人 因為他很抗拒 他沒有抗拒 因為他可能知道我很痛 他比老婆面子 但他沒有感覺 我之後再問他 他也說沒有感覺 但我跟他說 你信不信也好 你都求耶穌為你老婆 不要拿走這種不痛的感覺 直到現在 希望多些再親近神 耶穌醫很好 如果你真的想報答神 你多些去為人分享 所以其實Youtube 因為我自己的教會 是不信聖靈這件事的 有些傳統教會 所以就不… 怕有攻擊 所以就不讓我放上Youtube 但我很想為各位姐妹分享 經歷聖靈 還有幫我們更加親近神 如果之前有拜過偶像 以我的經歷 真的要斬斷 要找… 要自己 或者找到人斬斷 因為 原來他會拿你家的命 會拿你家的命 我猜他也會拿我大哥 不過不知道拿到什麼時候 因為我大哥還在帶那些錄飲 就是在寫符、符水、擺師傅誕 他已經和他太太離婚 搞到很多人又有油暖 但是只有我和媽媽 希望… 但是媽媽未相信 因為我猜這種偶像 以前這種錄飲 他拿不到我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拿我媽媽 但是我希望繼續為他祈禱 拯救他 不知道 但是… 我想我為他做那麼多事情 而牧師也說的 不是為你自己做 如果你為多些人做 他就會… 他會… 他會幫你 他會幫你 所以我現在希望 繼續去願意為神服務 加上現在神感恩 自己不用做事 那是不是更加多時間 可以去… 侍奉神 祝他 祝他 你… 你今天那個腰骨和頸怎樣 今天腰骨和頸 剛才來也有少許 現在又沒有了 講完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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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拉下根又會好像沒有了 但是… 其實那種叫老公 銀下去的那種痛 是完全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因為那個刀口戒過 醫生和我看中醫 或者骨醫 他去大陸按摩都好 他說那個刀口的位置叫黏黏 黏黏戒過那些是傷口來永遠都痛的 刀口那些叫拉 壓住神經 但是真的沒有了 感恩他真的沒有了 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這麼多年都沒有了 因為以前用針鎚 針鎚鎚鎚鎚到很深 才會痛 現在不用了 多謝師傅 多謝師傅 這麼多年痛 現在都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這個刀口呢 這兩邊真的沒有了 不用拉螺絲 這裡 沒有拉螺絲 有兩顆螺絲在裏面 螺絲是一輩子都不用拿出來的 醫生說 那些是女兒來的 不是妻來的 但是感恩的藝人 是亂來的 謝謝耶穌 謝謝耶穌 為何會有些人的醫治 全部有些是局部呢 因為神有不同的醫治 無論他的醫治是局部 或者全部 我們都感謝神 其實在他來說 有些部份是完全的醫治的 但是有時候 我們繼續多親近神 神也會帶來更大的祝福和醫治 我會跟神說 我會好的了 就算我不好得了 我會慢慢的 慢慢的 嗯 感謝耶穌 耶穌是很真實的 那你現在心境如何 我想說一下 很喜樂 沒有痛過的人 真的很喜樂 除了因為不痛而喜樂 你有沒有裡面 有沒有一種 湧流出來的喜樂感受 有啊 還有之前 因為經常祈禱 都會聽到那些聲音 經常覺得自己很污衛 很髒 因為有很多邪靈在那裡 但是自從 彥木斯那波祈禱 我就有意志 而且我不停地 因為我一跳 我就會停 我就會抹大眼 因為我很害怕 但是那天搖四個字 我都沒有抹大眼 還有由得它 我自己知道它結成了 即是那些東西走了 多謝耶穌 尤耶穌 尤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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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美雪